西巡阿婆街头为儿求职,她肯老二十多年了,在山东维芳胜利东街上一位李姓阿婆不断找路人搭话,希望他们能帮自己的儿子找一份工作据了解。 李阿婆今年七十四岁是维芳某应援厂的退休工人老伴已经过世,他的儿子已经在家肯老二十多年,也不出去找工作。 如今雅人就靠老人三千多元的退休金,生活心急的老人为给儿子找工作,走在大街上见人就问能否帮儿子找个工作,老人没有他能干的能干的也不干,干过几天保安也不干,那老人他不干,我也没办法老人,现在我养着他呢就靠那点退休金。